自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一直以來都是發掘樓盤的最真實一面讓大家知道 我們都會用最專業的角度和觀點去和大家分析每一個樓盤的利與弊 除了拍攝樓盤最優美的一面之外 我們的服務包括專車接送、辦理營購手續、簽約等的跟進 以及在客戶沒辦法到現場的情況下幫客戶購入深水單位 一直以來都將觀眾和客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無論你是即時有意去購買,一個是想諮詢意見或者想獲取樓盤的資料 都歡迎你透過影片下方不同的方式聯絡我們自家兄弟 我們希望今後都能夠幫到大家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我是湯 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我是湯 樓盤是位處於平沙的 樓盤名叫做平沙九號廣場 雖然是回訪,但今次發展商也有新貨加推出來 而這個項目之前最吸引到我們眼球的就是因為它的開職非常多的選擇 而其中一些開職的免積是相當小的,適合我們港人作投資之用 而樓盤也是位處於平沙的舊城區 其實近年的平沙多了很多商場等等,包括文德廣場和欲害國際廣場 在之前其實是時代港的旁邊也有一個小型的商場,有電影院等等 所以整個平沙配合最新的平沙新城發展 以及現時平沙球城區這邊也有一個影視城等等的配套 平沙作為一個珠海西部,相對最低水,也是極具發展潛力的區域 特別是平沙新城那邊有一系列的配套規劃等等 我們今次自家兄弟,接下來的5月22、23號 我們就會舉辦平沙這一邊的物業推介會 就會將新區和舊區的物業都展示給大家知道 如果大家本身是對這一邊的物業都感興趣的 歡迎來到我們自家兄弟旺角或銅鑼灣的分店 我們有一對一的專人講解 告訴你這一邊的潛力以及每一個樓盤的優劣性 如果本身你是對這個樓盤的37方單位感興趣 記得了,現時它推出的產品 基本上都是位處於每一棟的高層,就會有這些小的護益 而除了37方之外,其實我們認為50多方的兩方單位 也都是相當吸引的 總價仍然是維持在一個很便宜的水平 如果你是想著便宜的,買到珠海的物業作為一個投資 以及未來自己有機會是用到住的話 記得留意一下這個項目 這次我們的航拍影片就拍到 在樓盤過了一條馬路的位置 一個小型的變電站 在現在畫面的左手邊 讓大家知道這件事 你知識了位置之後 若然你都是想買這個樓盤 你就可以選一些座數相對遠離這個設施 或者是可以問一問我們的意見 看看會不會幫你選到心目中想要的東西 這次拍來的時間 我們就欣賞這個航拍影片 接著Panda就帶大家進去參觀 記得航拍影片如果看到圓林的部分 請細心欣賞一下 因為它的圓林其實都做得很漂亮 所以我還是會果然不可能 我們會喜歡衛生用我們的意見 在找圓林的部分 你會選擇欣賞 我別人的忍賞 你 看起來 你會選擇 就是 你不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今天是帶大家来到屏沙这一边 今天是帶大家来看屏沙9号 之前也有帶大家来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它這裏很神奇 你想要什麼護營它都有 它這次加推了 不如去看看它加推了什麼貨 Let's go 我們現在位置在施育中心 然後我們九號廣場由隔離地散開發 目前現在看到的是我們大三旗 整個小區有10棟住宅 現在全部建好 這是現樓正裝交付 現在賣的是一棟 四棟和六棟 一棟這邊是兩梯實戶 總層高是15層 護營現在只剩下一房為主 一房的護營有35平方 望小區的不是40平方 然後樓層就剩下中高樓層為主 然後高層這邊是四棟和六棟 戶型的話一到四房都有 一房是37平方 總共是26層兩梯六戶 然後37平方分佈是高樓層的 15樓打上 望花園和遠景可以看到山那邊 然後低樓層是57平方 這個 57都是我們現在賣比較好的 比較實用的 57都可以做到兩房 然後這個護營 它低樓層可以望花園 望我們中庭這邊泳池 試東西才非常好的 然後兩房的話 大一點有69和71 分佈在03和04這邊 不過現在剩下高樓層的 去到22樓打上 22到26的為主 剩下現在賣的 然後三房剩下不多 剩下700層左右 在這個位置96平方 可以做到三房兩天兩圍 非常實用的 南北通的護營 然後四房就是這隻 小高層一梯三戶 119 四房總層高13層 然後一望花園東南鄉 現在目前整體最後關價是12500 然後帶精裝 好好好 大家了解到新貨的加推情況之後 我們現在就準備去看示範單位 大家可以細心欣賞一下這個圓林 其實我覺得隔離做圓林方面都挺漂亮的 因為包括它旗下的隔離9號 和隔離9號廣場 以及位於唐家灣那邊的隔離海岸等等 其實它做出來的圓林 我覺得是整個珠海的圓林裡面 水平是比較上中上的一個級數 雖然它沒有種植了很多貴價的樹木 但整體的空間佈局等等 我覺得是非常理想 因為我個人覺得圓林除了要兼顧 一個景觀上的優美之外 給住戶門可以下來行走的空間足夠的話 也是很緊要的 我打個譬如 如果中央的位置全部都是一個水景 一個小的人工戶景 變成那些人下來 只有一條走道去走的話 其實沒錯 景觀看到水景是漂亮的 但是如果沒有一個空間感被人走 以及沒有一些路段 是被小朋友排跑去 老人家散步等等 其實這個圓林 我相信就不說得上很成功的 至於各座的大堂部分 我覺得就中規中矩 不算起得很滑麗 不過都相當實際實用 接下來我們交給Panda 看一看這一款最受歡迎的 三十七方投資會議 我們現在就在六棟樓網實體樓這裡 我們現在現處於24樓 現在就帶大家來看一個 三十七坪的一個 一房一室一位的一櫥 一陽台的示範單位 接下來這個門 現在看到這個就是膠表門 一個實木的防火防盜門 加一個機械鎖的 它就不是智能鎖 門口這一邊有一個洗手間 現在洗手間 大家看到的這些全部都是膠表 包括這個鏡櫃 兩層鏡櫃 然後水龍頭 洗手池 六面也有一個儲物空間 然後隔離馬桶位 這裡也有一個插座 和一個更加暗流的 上面就有一個預留的熱水器位 然後臨浴間 臨浴間說真的 我覺得蠻闊的 因為它的方 這個積所放在這裡 只有三十七個方 它就不是很大的 所以這個臨浴間 我覺得是OK的 足夠使用的 加上頭頂的排氣扇 它也是有的 好 我們現在進去裡面看看 進來之後 這裡 就是有一個開網式的廚房 它就是有一個西門寺的抽油煙機 和消毒碗櫃 一個大的單瓷洗手盆 傳統的水龍頭 不是抽拉式的 一個吊櫃 加上一排廚櫃 這裡也預留了一個 單胸門的大冰箱位 要跟大家說的就是 它現在是現樓狀態 但是這一邊就不可以用明火的 所以它是用的是電池爐 但是電池爐交流的時候 它是沒有給到大家的 所以這個電池爐是要自己去買的 是的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區域 就是一個六米八乘四米三 這樣子是四米三 從門口到這棚牆的盡心 是六米八的一個開間 這個開間的話 你可以在這裡放一張沙發 然後一張桌 然後這邊放床 或者是這邊放 也是OK的 那我看看天花 這個空調是膠標 包括這邊的燈帶 這些也是膠樓標準 是的 我們出陽台看看 這個陽台就是一個 開間是一米七的 一米七闊 這邊是預留到一個洗衣機會 給大家 我們現在現處於二十四樓 可以看到這個整個小區的 一個圓林蓋放 也是非常之不錯 下面還有一個泳池 一些兒童樂園 綠化方面 都是做得非常之正 這個門也是一個雙層中空隔音玻璃門 這個就是一個三十七方 一廳 一陽台 一位 一廚房的一個示範單位 它的總價是四十六萬左右 它現在是現樓狀態 積賣就可以積入住了 這一套單位大概四十多萬就買到 記住 一萬二千五元左右的均價 是買年裝修 兼且發展商會送空調 這個是隔力獨有的一個配備 如果你說三十七方不夠你用 其實你考慮兩房的話 五十幾方的兩房 可以說是整個平沙裡面 是銀碼最小的一個兩房 因為都是說 六十萬美去到七十萬頭 裝修 亦都是配上空調等等 已經是入場 整個平沙 你找不到第二個盤 可以用這個價錢買到兩房 現在大家可以聽著音樂 再看真點這套示範單位 這次我們這條影片 只會看這一款示範單位 不過如果你想看其他面積段的單位 我們在之前的影片裡面都有 若然你找不到 可以直接在本影片的下方 我們有些連結可以看 參觀完這款示範單位之後 我們來到樓下的位置 讓大家看看這個樓盤裡面的一些公用設施 現時來說 其實很多屋苑都不流行 在乎有所謂的一個正式的會所 但是就會在原林部分放了很多設施 是免費任用的 所以這些就叫做飯會所 當然這個平沙九號廣場 假假地都叫做自己屋苑裡面有一個泳池 因為現時一些幾百萬的珠海樓 都未必一定有自設的泳池 再給大家看看項目也有展示了自己的一些裝修用料 我自己個人就挺欣賞這一種有展示館的發展商的所有中心 因為可以很清楚看到哪一個部分是在用什麼材料 如果你拍下來拍下來 起碼有什麼問題都可以跟發展商對抵一下 最近我們驗香港樓的時候 有部分業主說要拿下售樓書 要求我們驗樓師可以逐個逐個去對抵材料就最好 所以部分業主其實對於建材的要求真的會很仔細 我們拍攝當日也有看到 他現場大概一半的座位是坐滿了人在那裡喝潭的 其實這一類型的樓盤都很適合一些珠海本地的剛需客戶 即是說他是想著可能是成家立室等等的原因 就搬到平沙裡一邊 又或者是一些平沙的分子家庭都有的 若然你真的覺得這個樓盤是吸引的 總價比較低 是想買一件小小的產品投資的話 歡迎聯絡我們 又或者對於平沙這個區域不太了解 以至到這麼多個樓盤都不知選誰好的 也都歡迎接下來22、23號的星期六日 上到我們銅鑼或旺角的分行 我們有專人可以幫到你 今集的內容就到這裡了 大家好,我們自家兄弟的銅鑼灣新店已經正式開幕了 歡迎各位觀眾和客戶隨時上來 了解大灣區樓盤的資訊 又或者可以預約我們看樓 現在我們會教大家如何由地鐵站來到我們銅鑼灣的新店 大家記得了 銅鑼灣站的C出口 出口後就跟著我們走 這裡就是鐵字路路口 我們就是2304 23樓出來,左手邊 就可以看到我們自家兄弟的門店了 銅鑼灣廣場二期是有自設的車庫 大家若然開車的話 來到諾黑道就可以找到停車場入口了 看完我們這麼精彩的影片之後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項目感不感興趣了 記得如果是真的有興趣了解多些 想拿一些資料的 聯絡我們以下這個電話 又或者親身來到我們上述的兩間門店 去找我們的專人和你做一個一對一的講解 另外記得如果看完我們的影片 覺得我們的影片值得推傳 都可以推介給你身邊的朋友 還有記得自己也按個訂閱仔 按下旁邊的鐘仔 我們有新的影片都可以推介給你的 記得了 記得了 谢谢大家